大汉朝最幸福的女人,前半生是奴隶,后半生嫁一皇帝,生了一皇帝斗士,汉朝初年基本延续了秦朝制度,尤其是后宫之人在秦朝基础之上又增加了良人,美人,妻子,八子,长使,等称号,并且与印象中不同。 汉时只有前朝的皇后,可以被尊称为皇太后若是皇帝的生母是妃子,也不能获得皇太后的尊称汉景帝生母斗士,原本是清和晋人士出身并不好,年幼时又遇到情末动乱,生活极其贫苦父亲落水而死,留下了身后的几个子女,不过幸运的是年幼的斗士,被皇室选进宫中命运就此改变被选入宫之后,斗士马上迎来了 命运女神的光顾,从最初身份低下的秀女,转变成了女后的侍女,后来又称为带王宠爱的妃子,直到生下汉景帝之后人生简直开了挂,斗士不仅在深宫当中得到了想不尽的荣华富贵,还遇到了弥族珍贵的爱情,汉文帝为人宽厚且不好女色,唯独宠爱斗士翻遍历史就能发现,与汉文帝相关的女人几乎寻找不到斗士, 遇见汉文帝,是一种幸运后宫当中,无人争宠,同样为其后来专政扫清了障碍公园前,195年刘邦克然尝试宫廷巨变,旅后开始独揽大权,为了抚慰刘士宗亲旅后挑选了许多美女前去安抚,斗士就在其中起初斗士想去赵国, 因为那里离自己的家,最近暗地里买通,了遣送的官员官员也答应了他的请求,不过却阴差阳错的把他送到了戴国,知道来错了地方的斗士后悔,也来不及了,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 带王刘恒十年二十岁对于这个新来的宫女十分喜欢随后娶妻未屈,两人生下了一个女儿及后来的管桃公主多年之后,斗士又为其生下了两个儿子,刘恒继承王位之后,斗士尽心辅佐共同开创了汉朝的盛世公元前157年文帝去世,斗士的儿子刘起继位史称汉景帝景帝执政期间斗士十分宠爱,幼子刘武, 甚至还想让他获得兄长的地位景帝非但不愤怒,对于这个异母同胞的弟弟恩宠有加,刘武平定七国之乱深的景帝信任,也曾流露出传位弟弟的想法,景帝曾对刘武说道,待阵百年之后,并会把浙江山让给你,刘武听闻内心十分欢喜,斗太后也是如此在他看来自己的两个儿子能如此相处甚好, 不过景帝的想法却遭到了朝中大臣们的一致反对只能不了了之,听闻此事的斗太后却不死心,多次提出让刘武接班的想法,依旧没能得到大臣们支持,因此,怀恨在新日后对于这些曾反对过他的人,都采取了极端手段,从这我们就能看出, 都是幼年父亲去世,悲惨的沦落为孤儿历经诸多苦难之后才有了今天,以至于在想尽荣华妇之后,也不愿提起儿时的凄惨生活这样的,成长环境最终将斗士磨练成了一个独立强硬的女强人。 人生最无能为力的事情,大概,就是自己有能力孝敬父母的时候,环顾四周却没有了亲人的身影,每每想到这里,斗士总会安自流泪,看到这一切的人们总会感叹原来斗皇后,也有内心脆弱的一面其末,流向之争正打得如火如荼,此时照国境内清和俊一出不起眼的人家,因为战乱许久没有粮食,可吃了战争, 本就让百姓陷入苦难,又遇上连年天灾,食不饱腹路边到处都是饿死的农户,为了活下去,很多人背景离乡四处乞讨为生,斗家园有五口人斗士,还有一个兄长和一个弟弟,每当家中接不开锅的时候,斗士总是很懂事地把食物让给哥哥和弟弟,哪怕自己受苦,也要让家人过得好一点, 即便饿得发婚,也强撑着不让父母知道小小年纪就有如此意志,对于他将来的后宫生活帮助很大,当然父母能看出斗士十分懂事,父亲常常感到心疼,想方设法地为儿女们找吃食,不过外面到处都是战火,又能去哪找食物呢? 田地早已荒废山林野果,也早已被采摘干净想来想去,父亲决定去河边碰碰运气,如果能抓到几条鱼的话,足够让家里多过几日了大旱之年许多河流早已干河,只能到偏僻的深温当中,父亲找到了方圆百里,唯一一条河地是选要河流, 湍急这里人际罕至为,冷孩子父亲决定去冒险仪式,幸运,的是父亲成功捉到了几条鱼满怀欣喜的网家感,脑海里都是孩子们欢呼雀跃的笑脸水料到归途当中一脚踩空跌下万丈深渊,父亲离世对一家人的打击,可想而知全家重担得落在了母亲肩上,苦苦支撑了几年之后,本就身体不好的母亲一并不起黯然离世, 留下了豆氏三人相依为命,当时豆氏仅仅只有13岁,为了养活弟弟他甘愿卖身为奴,去当地一些土财主,家中打工一天下来浑身酸痛,但是看到哥哥和弟弟能吃饱饭,都是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这种境况,很快就被打破了。 刘邦最终击败项羽得了天下成功之后就想起了那切向全国通告,广征是灵女子入宫汉初选妃,并没有那么多严格的规矩,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 长得好看的统统是皇帝的人,很多人为了完成任务,闯入家中强行带走民女,当时老百姓避之不及,每当遇上皇帝选妃,都像大难临头,一样选亲队伍到处搜刮美女。 其中一只就到了清河俊一天斗士,正在水房打水恰好被官员看到,常年的苦难没有抹去她的容颜楚楚动人的样子,令人找你强行要带走她。 遇到这种问题,一般有钱的人家,只要给到位还是能把自己女儿留下来的。 不过斗士的家庭状况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被强行带走之后斗士没有哭,闹小小年纪的他清楚这完全解决不了问题,只是心中担心自己的兄长和弟弟在翻请求之后得到恩准返回家中见上最后一面,知道事情来龙去迈的哥哥劝他逃走。 可是斗士却笑了笑说,这样我们每月就有钱了,斗家年纪最长的哥哥整日游手好闲,生计全部靠着斗士打工,转来养活民间女子被选中之后都需要验身,这种小事原本交给下人做就可以了。 但是吕后却始终担心会继续出现欺负人的事,于是决定心自检验所有的宫女都要在她的眼皮底下接受筛选。 吕后心怀鬼胎,把最美丽的一拨人,自己带走斗士,就这样到了吕后身边。 而那些姿色不佳的就留给刘邦。 慢慢享用吧。 就这样斗士连刘邦的面都没见到。 在别人看来这是种莫大的悲哀不过,他却不这样想斗士入宫的原因仅仅是为了吃饱饭,能不能得到皇帝,恩宠似乎并不重要。 在服侍吕后的那些年里斗士学到了许多东西,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他都了如指掌。 刘邦死后吕后从幕后走到台前,一度引发混乱,为了平息刘士诸侯的怒火。 吕后把斗士等人赏赐给诸侯,就这样斗士来到了大王身边。 让人十分相爱期间,刘恒的原配夫人早逝,斗士和两个儿子就更为大王。 看重公元前180年吕后去世,汉朝旧臣拥护大王上位,视为汉文帝。 公元前179年斗士被立为皇后长子刘启是位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汉景帝。 公元前141年正月景帝驾崩,长子刘恕尚未汉武帝建元六年派皇太后,尝试为央公与文帝合葬。 临终前,唯一的要求,就是把自己的财物,交给唯一的在世的女儿,长公主刘嫖。 斗士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年少时亲情的妻师,让他在离世之前格外想念自己的女儿。 这是他唯一的遗憾吧斗士。 是大汉朝,最幸福的女人女人,所想要拥有的一切他都有。 美貌,智慧,爱情,婚姻真是人不怕别的就怕命好命好的人一生就算不付出太多也会有很多回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